最近一部网飞自制爽剧横空出世 在国内一夜土榜豆瓣火速登上热搜 并稳聚各大平台影视榜首 在国外也登顶奈飞美国剧榜首 号称书写韩剧新历史 成为世界爆款 各大影视号捧场诸威赞不绝口 乍一看很有年度爆款剧的潜质 余姐连忙熬夜看完 结果气得想骂娘 就这 我甚至一度怀疑我的审美出了差错 但亲眼目睹她的豆瓣评分 像搭了跳楼机一样直线下滑 狂跌到7点8分 余姐放心了 果然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那么这部剧开播时被万众追捧 完结时又万人唾骂的网剧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是余姐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部 鱿鱼游戏 在韩国的某座神秘小岛上 这一天几百号人同时惊醒 意外地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密室之中 而背后还有一群神秘人 穿着统一的粉色制服 通过监视器实时监控他们的动态 事实上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一群走投无路之人 比如男主程齐勋 他是个一事无成的啃老族 正欠着上亿韩元的债务 被迫签下放弃身体窃结书 如果下个月还不上钱 他就会失去一颗肾脏 或者一颗眼球 再比如曹尚佑 他是男主的发小 作为一名高材生 曾经是他们村子里的骄傲 但因为挪用公款炒股失败 不仅抵押了妈妈的房子店铺 还欠着6.5亿韩元的债务 正被警方通缉 还有从朝鲜偷渡过来的江小 父母生死未卜 弟弟寄养在福利院 自己当爬手谋生 还有得了脑癌的老爷爷 讨薪无门的劳光阿里 赌钱输光了的小混混 诈骗惯犯韩美女 这群人同时被一个神秘组织盯上 被邀请来参加游戏 只要赢了6项游戏 就能获得奖金456亿韩元 这6个游戏很简单 都是小孩子玩的游戏 分别是一二三木头人 鸭糖 拔河 弹弹珠 过玻璃桥 鱿鱼游戏 但那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 一旦输了其中一项游戏 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向了终点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悄然打开 事情正往他们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 看这设定是不是嗅到了几分 高人气日曼神作 赌博陌世录的气息 更离谱的是 居然还有人将它跟同事网飞制作的 大唐王爽剧 《弥留之谷的爱丽丝》 相提并论 要知道 这部剧聚集了韩国一众知名演员 诸如李正仔 朴海秀 李炳宪 孔刘等 其导演黄东赫 更坐拥 熔炉 奇怪的他 南汉山城等高分代表作 按理说 强大的主创团队 屡试不爽的设定 加上网飞大手臂投资 这部剧很有爆香 但很可惜的是 从整部剧出来的效果看 首先是主角人设拉垮 后半部剧情尤其乏力 而在人性的探讨上 它也远远比不上赌博默示录 它与爱丽丝更是天差地别 用网友的话来说 就是也就差赌博默示录 大约500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吧 老实说 观影前期 于姐对这部韩剧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原以为 一向以赶拍著称的韩国 能将这类题材拍摄得更加入目三分 但目前看来 整部剧表现得十分差强人意 而据说 是为第二季做铺垫的原因 显得主角人设十分不稳定 结尾处更是烂尾 熬夜刷完以后 于姐不经心想 就这 还有拍第二季的必要吗 首先纵观全剧 我并不认为 这是一部他所定位的爽剧 爽剧的设定 应该是主人公一路打怪升级 游弱变强 将反派狠狠踩在脚底 由此触发观众爽点 调动观众情绪 让观众在观影过程收获愉悦感 但这部剧里的男主 从头到尾 懦弱无能 摇摆不定 没有任何成长和进步 游戏外吃喝表赌抽 除了没钱瓢 样样都占 对妈妈 偷她钱去赌马 停她的医保拿钱去玩乐 导致妈妈糖尿病晚期没钱治 对女儿 离婚后就再也没交过抚养费 不仅不记得她的生日 甚至还拿给她买礼物的钱去赌马 这简直就是一个 对家庭和社会都毫无贡献的废宅 当我看到主人公是这样一摊烂泥的设定时 还是感到十分惊喜的 在编剧大胆的抛弃掉市场上 偷用的男主光伪症的形象模板后 剧情设定上就有了很多突破口 我原本还是十分期待看到 男主在这场大逃杀的游戏中 看穿人心进行蜕变的 但实际上却是 编剧在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却将男主塑造成了一个又当又立的绿茶 比如说 剧中的倒数第二个游戏 过玻璃桥 剧情中对于游戏的设定是 仅剩的参与者面前会出现两列玻璃 其中并排的两块里 一块是普通玻璃 另一块则是钢化玻璃 当踩到钢化玻璃时会暂时安全 而踩到普通玻璃就会高空摔下 继而死亡 一共16名选手限时16分钟 如果前面的人踩对了 后面的人也能跟着通关 如果前面的人踩错了 那就等于为后面的人排除一个错误选择 在游戏的最后一分钟 男主发小推倒了前面一位参赛者 排除了错误答案 顺利过关 也使得排在最后的男主赶在倒数第二秒 依靠前人的经验顺利通关 到这里 说发小是男主的救命恩人 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男主在侥幸过关之后 却指着发小的鼻子破口大骂 指责发小杀死了一条无辜生命 事实上 当时已经剩下最后一对玻璃 发小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他大刻装假好人 等到最后30秒 再推倒前面那位还在犹豫的参赛者 但如此一来发小不会死 可排在最后的男主 必定会因为时间不够而死去 而编剧却为了彰显男主的性格善良 竟然写出了这样的逻辑印象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 男主本人在生死面前 也并非多么的大意凛然 在游戏第一关中 路人为了活命 拉着他的裤腿 哀求他救自己 可男主为了保命 竟是一脚踹开对方逃生去了 到了游戏第四关 他更是为了活命 利用一号老头的老年痴呆症 拼了老头手上所有的弹珠 把生的机会留给自己 而把弱势群体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如果说这只是男主 贪生怕死的底线 尚且可以理解 人类在面临生死之间的抉择时 总会反映出人性的丑陋 但是如果像男主这样 一边口中喊着善良正义 一边又毫不犹豫地陷害别人 这种表现 岂不是我们常说的又当又利 整部剧明明想将男主 树立成在人性的考验面前 能够选择正确道路的形象 却用一系列的逻辑硬伤 将男主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 软弱无能的人 明明自己处于极端条件下 都会选择率先自保 却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 到了游戏最后一关的前一晚 进行游戏的人就只剩下了男主 发小以及重伤的江小三名生还者 他们每人手上都被分了一把刀 可在这时 男主又做了一个让观众目瞪口呆的事 为了活命 他居然想要暗杀掉发小 解决获胜前唯一的阻碍 而他给出的解释 却是苍白无力的两个字 自保 怎么 主角想杀别人就是自保 别人杀人就成了良心被狗吃了 但是别忘了 在这种情况下 谁又不是在自保呢 游戏最后 发小为了让男主活下去甘愿自杀 因为他相信 男主肯定会回去照顾他的母亲 很可惜 编剧的安排注定会让他锁托飞人 在男主赢得胜利拿到456亿巨款后 由于沉浸在愧疚和痛苦之中 他净是丧失了生存的欲望 颓废了整整一年 而这笔巨款 他也是一动不动 让发小临死前的心愿 全都化作了泡影 任由发小的妈妈被收掉房产和店铺 在寒风中摆摊卖货 于姐一直都相信 人性是复杂的 没有极致的善 也没有极致的恶 但男主的所言所行 我却觉得 不是人性善恶的问题 而是人设的问题 有人说男主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 虽然一事无成摇摆不定 但心有侧影 对此我想说 如普通人了 男主的角色让我不适的地方在于 一个原本坏得没有底线的人 在故事的过程中 突如其来的正面行为 都只是编剧强行注入的 而最让人不舒服的是 这种注入还带有苦口婆心 真情实感的煽情戏码 而这样的处理 却只会让剧本充满低劣的行骗感 与此不同的是 导演对配角们的塑造 却十分的深度立体 发小虽然坏事做尽 但也会因一时的善良 给穷人买泡面送车费 那个全程见风使舵 油嘴滑舌 为了生存 甚至献出肉体的诈骗犯 也会在遭遇背叛后 以牙还牙等等等等 这些鲜活的配角 为这部戏天色不少 或许正因为他们是配角 所以在编剧的笔下 可以坏得彻底 也可以自私自利 而男主却因为要迎合主流三观 无论做什么 都必须要冠上一个 伟光正的标签 他的形象在于姐看来 就有点像国产剧中 傻白甜的设定 虽然我笨 我蠢 我闯祸 但我善良啊 拜托 观众早就不吃这套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就赶快关注于姐吧 明天也与你不见不散哦